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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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時候是需要精神好 不要精神不好 什麼時候 就是明天要考試了 書還沒有讀完 是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例子 還有 就是一定要撐住精神的 會議很永常 會議很永常 時間到了要做功課的時候 功課還沒教就睡著了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明天要考試 或是有些功課還沒做完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你現在的例子 那是你學生時代的事情 我跟你講他是屬於媽寶石 你知道什麼叫媽寶石嗎 就是到現在 媽媽長就是到現在還 內褲有幫媽媽在買 襪子 我問你 我問你 如果你的那個婆婆 你老公的內褲都你婆婆在買 你會怎樣 不會不要再問了 他說我老公就是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說出來 沒有啦 你說你再問一個 如果你婆婆到現在 孩子會為你老公買內褲 你可以接受嗎 你會有什麼感覺 分兩個層次講好不好 如果他也幫我買我們所有家用的東西 我覺得還蠻好的 我說內褲 內褲不是家用 其實你不會比較強調內褲 他是一些生活方面的 偶爾會 都會幫你買一些嘛 這樣子 洗髮精啊 會不會 買私密的東西 就感覺不一樣 就像說 媽媽幫孩子其實 這哪叫私密啊 那是你的感覺 他感覺是不是一樣 你要問你的心 也不是問你 如果說有個婆婆 會幫你老公買內褲 你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好 因為我是出雲桌 有時候會做做一點好 就是我覺得不會耶 因為就是如果 那樣子可以讓我的婆婆 感覺很好的話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說可能婆婆幫兒子買內褲 可能也有帶隱約就是說 他可以移動很多事情 會介入很多事情 對 我剛剛要講就是 那是心靈層次上的東西去了 所以很難一下子回答耶 幸好我們家沒有這種狀況 如果有這個狀況會怎樣 你會阻止嗎 還是跟老公講說 內褲換個我買好不好 你這麼想說 太太會不會幫先生買 應該也不一定會啊 不是就是 因為我告訴你 那個訊息會給人家什麼感覺 比如說 當媽媽為老公買那個內褲 你就會感覺到說 其實內褲這件事 真的不是重點 而是這個 買內褲後面那個心態 會讓人家覺得擔憂 因為通常會這樣做 你會覺得說 他可能什麼事都會很介入 他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我想應該要問的就是這個 想太多了 我覺得 真的嗎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想到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 不要幫我老公買報紋 我都可以接受 不要幫我 買什麼啊 不要買到報紋的那個 報紋 萬一 媽媽不知道 今天菜市場全部賣報紋了 剛剛有流行報紋 怎麼辦 所以你看還是有吧 還是會有感覺 因為 因為其實基本上來講說 可能啊 就是說 大家以前也沒有去重視過 這樣的媽媽的心態 所以說變成媽媽這方面的事情 大家都是 都不敢提 也不敢深入去討論 那因為像時代不一樣了 可能就是媽寶行人 出現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大家以前對媽寶行人 可能也會有誤解 你看那天我們就是大家說 媽寶行是怎樣 其實大家也講不清楚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告訴你 我就會覺得怪怪的 那個怪有多怪 我就會覺得說 哇 這老公為什麼就是 還沒斷奶喔 就是 買內褲都沒有感覺嗎 都沒有自己的喜好嗎 我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喜好 這個 這個部分 其實內褲其實不是說 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買的 我甚至覺得說 不重視自己內褲的樣子的人 我都很難跟他相處 嗯 不是吧 那你內褲是什麼樣式的 不是 這不是重點 我的重點是說 你要 你要 這個方面應該自己應該要 要自己去 要有主線嗎 對 本來後來覺得說 你會去買男友西子褲嗎 沒有這個褲啦 你真的沒有啊 那你耍我 我會說 我們可以研究生產 你又可以研究 巧克力 你還以為這個有 我們現在還沒拓展到服飾業喔 對對對 如果說 加把內褲 我會覺得說 其實是有影響的 是有影響的 可是我們今天重點是在講說 什麼情況下精神 一定要精神好起來 譬如說 就是 譬如說 就是 晚上跟 另一半做的時候 你要打起精神 我想要說一小話 他做一做 他老公睡著 真的嗎 不是 他是說其實是誇張 是 一結束他老公動 就睡著了 可是問題是 他講的動 就睡著 有這樣子嗎 不會啊 有時候啦 你會稍微對不對 講講兩句話 然後才睡著 可能講完兩句話 只為了兩句話 那跟沒有講話有什麼差別 三分鐘 我自己覺得我不容易入睡 可是 旁邊的人跟我說 你十秒鐘就睡著了 你知道嗎 你覺得 為什麼要講兩句話 那道理是什麼 兩句話就是兩個字嘛 只要睡覺了 拜拜 honey 就睡著了嘛 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這也是兩句話啊 沒有人覺得說做完一定要講話 這什麼道理 是嗎 不一定要講話 對啊 為什麼一定要講話 很自然的會聊一下吧 實施無聲勝有聲 OK 你會很在乎說做完一定要聊一下嗎 不會啊 不會齁 真的嗎 女孩子不是說都喜歡 不要一下就結束了 至少要講一些話 講一些話 禮婚不一樣 真的啊 真的對不對 因為很累 婚姻很累 也就是說結婚以後 婚姻十字刻要打起精神 不是很多女孩子都有怨言嗎 說老公根本就只是做完就睡覺了 根本就都會有怨言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很自然了嗎 我覺得這一集應該要扭轉一下那個 主題 哈哈哈哈 就是太多人會很恐懼婚姻 其實我們一直沒有講到就婚姻的美好耶 其實婚姻裡面有很很令人就覺得很興奮的事情 是哪些 比如說我們要講精神太好對不對 是 為什麼不能夠把它用在比如說我們相處的時間裡頭 可以啊可以啊 我們一起去看一個什麼表演啊 對不對 你說本來要打瞌睡 然後為了要去看這個表演 這個太堅強了 不是老公回家的時候 好不容易把小孩的事情全忙 你們家的baby多大 六個月 六個月 你是baby會吵 那baby真的超可愛的 忙完之後你很累了 可是老公快下班 趕快泡的精神太好喝下去 等老公回來 你還可以跟老公 特別療癒啊 說說話 我有想到那個婚姻美好的事情 因為畢竟我也在婚姻裡面 我有想到 其實其實婚姻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美好的狀況就是說 就像說 你剛才看她那個 她有一個影片很可愛 就是她小孩就一直在笑 一直笑 笑很久 她把她手機拍下來 我覺得 我覺得婚姻這個部分就很美好 對不對 就是 她不一定是跟愛情有關係 可是這個牽動會 帶來全家人 比愛情更有感覺的東西 對 比如說好了 下班很多媽媽就是 職業婦女 下班了 她看到小孩是會融化的 她其實身體已經很累了 然後我覺得像 這個是沒有抗拒力的東西 像 就像你講小孩像毒藥 對不對 沒有她就是放鬆太好 就是 喝了以後就放鬆嘛 對不對 對 就立刻有放鬆的感覺嘛 對不對 我覺得要鼓吹大家 就是婚姻其實有很美好的那一面 可是我覺得鼓吹要反而會死得其反 就越講不好 就會死地無盈三百兩 OK 我告訴你 婚姻裡面真的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只是 大家都太忙都沒有時間去看 去享樂 去享受 居然說看到小孩那麼可愛 還是要有時間回家 才看得到小孩嘛 對不對 所以常常回家 很重要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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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